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那么多的CP,为何只有伯军一销一期绝尘? CP者,源于英语couple,原为连结之意 后被广大有才粉丝应用到特纸朋友之上 恋人之下的两人微妙关系上,多鉴于迎评组合 CP的出现,一方面是各路资本营销造势使用 借以扩大二人影响力宣传力 而为其后的影视剧或者活动冲锋铺路 一方面源自粉丝们的想象,将喜欢的两个明星捆绑 再起个喜闻乐见的谐音名,若能在网络上流行开来 也就意味着该CP正式成立 更多的是源于两人主演的某部影视作品 特别是其中涉及情感戏码的 则往往聚同人一并大火 人因聚得名,聚因人得势 相辅相成倒也乐此不疲 但是,CP组合就像风,刮一阵子 随着资本的回撤或者粉丝爱意的降低 或者剧版的落幕 该CP就自动湮灭于时光长河中 再无人一己 但却有这么一对CP 从19年爆火的陈情令中走出来的望线组合 转变成台下的伯军一销 经历过滔天巨浪 见识过冷暖人间 四载风雨 千日砥砺 却仍旧牢牢占据着各大CP榜之手 并且还衍生出庞大的粉丝团队 冲在打榜 代言 业绩 乃至公义的最前线 甚至被央视直接点名表扬 CP泛滥的时代 伯军一销为何能一起绝尘 且听喵钟慢慢分解 一句里深情句外延续 两情相悦的爱 本就让人留恋迷醉 而历经生死 而依旧始至不渝 这样的爱情更是红男绿女们的心之所向 蓝忘机和魏无限 一个衣妹偏偏家公子 一个仙衣怒马少年郎 懵懂邂逅两世相守 纵然是人皆棒 我却坚持要与你一间担当 纵然人间富贵 我却笃定要与你一眼万年 纵然阴阳两别 我却执意要与你死生气苦 这样的情态真 意态深 以至于观者宁愿他们从距离走下来 走到凡尘中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所以人们自然吸济云深不知处 静世里的深情在现实里也同样可以延续 二美好的恩赐方 王一博和肖战这二人 单从颜值看 就绝对堪称美好二字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也不过如此俩人不拘往哪里一戳 都是能够妥妥地闪下 我等太和金狗眼的档次 再说能力 这两人可谓其逢对手将欲良才 歌唱 演戏 代言 都是内于天花板级的存在 业务精湛 却又各有所长 王一博运动细胞发达 摩托一想 谁不让路 滑板一撩 哪路大神不膜拜 主持事业也风生水起 肖战却极富艺术细菌 设计师出身可不是白白的幌子 画笔一挥 立马人间天堂 围裙一扎 请客蔬果飘香 还有如梦之梦的场场饱满 清清紫金 悠悠我心 这也就难怪各种粉一边留着哈拉子 一边高呼着人间理想 人间妄想 却落得想都不敢想 和解 皆因太过美好 美好到凡人无可起疾罢了 分则各自为王 何则天下无双 这就是人们对伯君一宵 所持美好的恩赐方的最好祝福 三传奇色彩天选之子 这两个人极富传奇色彩 王毅博少小离家 一国求学 由乐华弃子 到天天骄子 再到陈晴 赤子 三步三个台阶 折服三年 而能一飞冲天 向奥昆棚 肖战元为乖乖仔 虽阴暗了邻居的电梯 被男女混合双打过 但也一路披荆斩棘 挤过高考独木桥 而成为傲娇小设计师一枚 却因导师的一个电话 一脚迈入于他 全然陌生的娱乐圈 这样的气文成武 半路出家却能一路登顶 这两人都起于末端 却能力尽搓磨而不折 他便坎坷而不灭 苦难于他们 仿佛是磨刀石 月底力反而却丰锐 而只要对这二人稍有了解的 不难理解九十五天选之意 说是真相也罢 说是杜撰也罢 但这个九十五说 互补乃之道完美的程度 绵延至今却是事实 这些不是传奇是什么 似干净成澈 粉之无后顾之忧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乌山不是云 能写出这神来之笔的 必定轻使流明 此人为何 他就是当年与白居一起名 并称圆白的圆枕也 但他后来在历史上的发展 可是远远不及他的那位乐天朋友 和解 只因渣男二子 由圆枕的例子 我们不难得出 才华 可以让你昙花一现 但真正行稳致远的 必定是与才华并驾齐驱的人品 王一博 江湖人送绰号 王大锤 王直球 王耿直 肖战 外号 肖憨憨 肖兔兔话说 人如其名 就单从这二人的称号 其实不难洞察此二人品质 清醒 通透 干净 明澈 他们不虚不伪 不轨不诈 真真实实 坦坦荡荡 娱乐圈里有句名言 你可以不相信男人的嘴 但一定要相信王一博的嘴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 王一博不会说谎 或者他不屑于说谎 他可以选择不语 但绝不会诳骗 肖战哪 春风拂面笑意盈盈之下 是一颗坚强刚正的心 被挖击血藏 他自谋出路 而绝不苟且 被无辜拘杀 他孤身承受 而绝不讨饶事后 仍旧能够相逢一笑 敏恩仇 这气度 这惊怀 不得不献上一个大大的福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 但也绝对是是金石 孰是孰非 孰真孰假 暴露于闪光灯下 而就此掩其息骨 黯然退场的不在少数 可是伯军一消 却抵挡住了 形形色色的打击与接底 而能阔步向前 没有经过打磨检验的 过硬的人品 很明显是不可能的 五 各方利益驱使 伯军一消是快诱人的大蛋糕 王一博的摩托姐姐 和肖战的小飞侠 这二人单纯的粉丝数量 就已经惊人 市区等各大排行榜上 基本名列前茅 单就从这二人代言的 相受火爆度 那是真真正正的秒杀 即可看到粉丝所带来的 巨大的经济利益 同时 由这二人又衍生出的 伯军一笑粉 也不惶人后 其巨大的商业价值 乃至社会效应 连我们的堂堂央视 都大家赞扬 这三家合起来 那影响力 可堪称前无古人 厚瀚来者了 在以利益作为驱动力的娱乐圈里 伯军一笑就是金字招牌 只要晃一晃 就可以招来四方蜂拥而至 谁还能愿意将其拆解开呢 六物理看花水中望月 激起人们的好奇心 好奇心 可谓是人类进步的催化剂了 同样的 好奇心在伯军一笑的世界里 仍旧占有一余之地 就比如 这俩人太多巧合了 衣服 配饰 鞋帽 符号 用品 乃至水杯 时间线 巧合 原本是个冷冰冰的概率问题 但如果超过科学范畴 那就不是巧合 而应该命名为人类了 但让人好奇的就是这个人类了 你要说这两个人哗众取宠 为博眼球故意而为之 那又与这二人一贯品质格格不入 若这个假设成立 那这两人必定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双重人格了 还有那引人瑕疵的真情实感 由剧中花絮 到单双人采访 到为数不多的同台场面 你要说这俩人装的 那我只能说 奥斯卡欠他们一座小金人 还有最让人好奇心大发的是 这两人24K纯金的反矫情达人 永远以最快最准最狠的雷厉风行的做法 立定于澄清第一线 比如 王一博拍个香水广告 里面反射了一个女子的身影 结果王一博迅急澄清 工作人员 就向肖战 剧组杀清 因与李沁做了个对面吃顿火锅 就传出风言风语 肖战立马抛出俩字 聚餐 让一切瞬间消弭于无形 可是 对网上甚嚣尘上的伯君一消 即使有些连瞄住看 都有胆过分 但却没有见到这二人有任何辩驳之意 而任其滋生 这样的双标 不得不让人好奇心大涨啊 而对这二人关系的猜测 也一直不绝于耳 但此时我却要说 这其实是伯君一笑礼 最最次要的一环 他们都是成年人 有独立做选择的权利 况且 那也是他们的私事 旁人是无权干涉 更无权窥探的 真正爱他们的 就尊重他们的选择 也相信他们一定会走向最正确的未来 众多的CP里 伯君一消为何能够一起绝尘 我想 一个真字 可以囊括一切 真人 真心 真性情 足以支撑伯君一消 历经时光与风雨 仍旧屹立不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